中国队曾经在姚明和王志志的带领下,可以说是亚洲的绝对的霸主,可是在他们的相继退役之后,现在唯一剩下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黄金一代中的球员也知有意见连料,虽然目前还出现料丁燕宇航,胡金秋等星星,但是与世界篮球强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在奥运会上我们难求一胜。 可以说,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以前那些绝对的统治力量,一代不如一代。 姚明的女儿姚庆磊在2010年出生在美国休斯敦,目前同样是美国国籍,7岁的她身高已经接近1米5,有专家表示,姚庆磊将来身高肯定会超过2米,会成为又一个女巨人, 如果能够继承姚明和叶丽的篮球天赋,姚庆磊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但是由于国籍问题,她同样无法为中国出展。 意见连的孩子也是美国国籍,虽然王志志的儿子是中国国籍,但是她并不想从事篮球这项运动,所以他们身在多孩子也无法为中国篮球争光,可谓是很大的遗憾。 这几位中国篮球功勋球员的孩子都是外国国籍,肯定会有球迷担心中国篮球为此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这种担忧是多虑的,因为还有很多篮谈民宿的孩子目前正在茁壮的成长和进步。 最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前南南国首李南的儿子李露童。